有網民發文指自己月薪十萬 但外母硬要五十萬禮金之後 外母只回禮一萬八千元的禮事 Taste Reading 負責人 Jessica 表示 其實禮金都是心意 始終跟古代不同 她平常都會提供女家回禮物品清單給新人參考 她指出部分為了拿好意頭 所以不要太麻糊 不過有些回禮現今社會就可以散略 同樣地回禮禮事都是視乎個人財力 當然多些錢會看面些 不過都沒說像以往的一定要給禮金一半錢 按押好意頭就可以 樓主這個例子有一萬八千元都算符合要求 不過Jessica 認為 一般人過大禮的話 媽媽最基本都要有一對龍鳳鴨給女女才叫作恰當